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怎么buffer这个user data 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通常这个user data 这个database的上层 就是在这个management,这个catch management的上层 是怎么样去access这些user的data的呢 它的patterns有哪些呢 好,那首先我们会注意到的是 不管它是这个sequential scan或者是random access 基本上到了block level之后 基本上都是random block reads或者是write 对不对,都是random access 这尤其是在比如说我们用这个所谓的compromise strategy 就是我们在这个OS的file system上面 implement这个我们的这个file 对不对,或是我们的这个file management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even你是这个sequential scan 对这个query engine来讲是sequential scan 但是转换到这个OS之后呢 基本上对应到的block都是random block 对不对 所以基本上不管是这个上层是sequential的 或是它透过这个record file做random access 比如说做indexing 那基本上荡到这个往下走到这个真的OS的这个level 基本上都是random block reads或是write 对不对,没有所谓的真的这个sequential access OK,那另外一个特点是这些blocks可能同时被多个thread 会被同时access 对不对,因为你想想看就是在这个上层来讲 对query engine来讲 每一个query 或是说每一个database connection 都被一个workerthread所执行 对不对,那一个workerthread呢 基本上当一个workerthread去执行一个sequel statement的时候 基本上要associate with一个transactions 对不对,所以可能不同的workerthread代表了不同的transactions 那这些transactions它要做access 它要去改这些data的时候 有可能会改到同一个blocks 对不对 那这些blocks呢 或是放这个blocks的这些空间 像那些pages 基本上就要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它们可能同时会被multiplethread 去access OK 所以这边就有threading的issue要注意一下 OK 好 好,那再来的话是 这个我们刚刚稍微有提到的 就是说这个access的pattern呢 可能是predictable for某一些特殊的blocks 比如说 这个 每一个scan 如果你今天在做scan的话 那scan的话基本上就是看 就是去iterate 一个这个record的集合 对不对 好,那这些record我在call n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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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候 那可能我在看这个record的时候 好,那 这个它下面所代表的这个blocks呢 好,它下面这个underline的这个blocks呢 好,可能我一次只要抓一个起来看就好了 我没有必要要抓好几个 对不对 因为user可能next next call到一半的时候 他就决定要close掉这个result set 或者是connection 对不对 好,那这个时候我把它抓出来 不是很白白做工嘛 对不对 所以user看到什么 我再把他看的那个record 所在的blocks load到memory 就好,对不对 好,那 这个,还有另外一些特点 比如说,如果user看完了这个block 如果今天在做scan的话 好,那 我看完这个block move on到下一个block 代表的是说 user已经call这个next 到了下一个record 然后那个record所在的block 是下一个block 对不对 好,那现在这个block 到底要不要留着 这个话可以马上忘掉了 对不对 因为如果他做scanning的话 他没有机会回头 他只能call next 对不对 好,所以有一些特殊的access pattern 比如说做scanning的时候呢 我只要拿一个block 而且这个block 如果呢,这个user move on到下一个block 这个block可以马上忘掉 可以吗 好,所以 这边我们等一下就可以讨论一下 怎么利用这些 特别的access pattern 好,那我们可以做更好的这个buffer management OK 好,那这个user这边的掌管 这个user data的这个buffering 那我们就写在这个 通常就写在这个buffer manager里面 OK 那buffer manager 跟我们预期在OS 学过的那个buffer pool 其实就还蛮类似的 那 基本上就是有一个buffer pool 那这个buffer pool呢 pre-allocate了一堆的这些pages 好,就是所谓的记忆体空间 OK 那这个记忆体空间呢 每一个pages呢 可以再去catch某一个block 这样子 它可以一下子在这个时间点catch这个block 一下子catch另外一个block的内容 可以吗 好,那在 在这个 如果这个所有的page都满的话呢 那这个时候如果某一个 某一个这个client 他还要read in某一个block 那你就必须要 把某一个page 它现在存的这个block内容 先写回去disk 然后把 拿这个另外一个block的内容 放到这个page里面 这是所谓的swapping 对不对 这个我们都很熟悉了 好,那这边在implement上要注意几件事情 好,就是说我们刚刚讲过我们不想用virtual memory 对不对 好,所以这边要注意你在写这个page的时候 这个page所在的记忆体位置 不可以是这个program space的记忆体位置 OK,它一定要是swap space OK,那如果不是的话 那你的这个space呢 就会被这个virtual memory掌管 OK,好,所以我们怎么避掉这个呢 还记不记得我们在这个讲这个file manager的时候 我们有讲过 就是说我们在create一个page的时候呢 好,我们在allocate一个page空间的时候 我们是call这个java 这个newio里面的bybuffer.allocate direct,对不对 好,这个告诉他说 你allocate的那个记忆体空间呢 放在kernelspace的swapping的这个page 不要给我这个program space里面的这个page 对不对 好,那这个呢,其实它真正的好处呢 好,是除了说可以eliminate eliminate那个double buffering以外 double buffering大概就是一个小小的performance差别 好,那它真正重要的是 它就是不要用到这个virtual memory OK,就不要virtual memory 帮你做swapping 不然东西会错掉 可以吗,好,所以这个很重要 就是你要得到的是这个swapping的buffer 而不是program memory 可以吗,好,来当成是你的page 里面的那个记忆体空间这样子 可以好,好,ok 那好,那我们就来回答一个问题 好,就是那我们怎么样利用这个predictable的block access 好,来reduce io呢 好,那这边的话我们就介绍一个功能 这个是这个databasecatching里面特有的啦 就是所谓的pinning pinning的动作就是很像就是你拿个大头针这样子 好,然后去在地图上 把一个点这样pin起来 好,去戳它这样,就叫做pin OK,好,好,那什么是 再代表什么是pinning呢 就是说,我举个例子来讲 就是说,我们知道的比如说table scan 它在做scan的过程中 它只需要看一个block,对不对 好,因为它可能call n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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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next到某个record的时候 那个record它所在的block 你就把它,你就要把它读进来嘛 对不对 好,可是它接下来在读 在被call下一个next的时候 它是读的是下一个record 对不对,好,那假设下一个record 跟上个record 存在的地方是同一个block的话 那下一个record 基本上就可以直接从你 你已经读进来这个block里面 去读出来就好 对不对,对不对 从这个page里面去读出来就好 就不用再做IO了 对不对,接下来的好几个record 可能都是这样 对不对 好,那这个逻辑呢 就是怎么样去决定说 哪个block要re-in进来 那基本上是有record file决定的嘛 对不对,这个我们之前讲过了 那这个record file呢 它会知道说 如果今天我读进了这个block之后 我可能会希望保持它一段时间 都不要swap 为什么呢 因为user可能马上就会call下一个next 那下一个next的那个record呢 非常有可能就在我现在 你刚刚swap in进来的这个block里面 OK,所以在这边呢 我们在implement这个buffer manager的时候 我们留了一个管道 让这个record file可以有机会告诉buffer manager说 OK,好,这个buffer把它re-in进来 而且不能把它swap out OK,好,那怎么做呢 你就是让这个record file呢 可以跟这个buffer manager讲说 我要pin一个block 所谓pin一个block就是把拿个大头针 把它钉在这个buffer manager里面 就不让他走了 可以吗 好,那什么时候你觉得可以swap out 你就把它unpin掉 OK,所以record file如果读完了这个record 读完了这个block 然后这个user在call这个next,next那时候 走到另外一个record 好,那那个record呢 他所在的位置是下一个block 不是这个block 那这个时候record file就可以 告诉这个 跟这个buffer manager讲说 那你把这个 现在的这个block 把它unpin掉 那你帮我re-in下一个block进来 或是帮我pin下一个block进来 可以吗 好,那这边要注意一下 这个record file呢 基本上是被 多个concurrent thread执行的 对不对 还记不记得 因为我们在这个query engine的时候 每一个thread 或是每一个client 基本上都 这个所有的 这边的class是userclient 就是说 所有的这个 每一个这个 这个statement 或是每一个这个 JDBC的这个client 都被一个workerthread去handle 对不对 好,那这些workerthread呢 可能会开好几个不同的这个plan 或者是scan tree 对不对 那scan tree的最底层 那个table scan 它就wrap了一个record file的instance 对不对 好,那这个record file的instance呢 所以它会有不同的thread 或者会create好多不同的instance OK 但是这些不同的record file的instance 都会去试着communicate with同一个buffer的这个object OK 好,所以这边要小心 这边有threading issue 我们等一下会统一讲一下threading 要注意的地方 好不好,这边只是稍微提一下 就是说这边会有一个 就是说我们这边在提供这个pinning 的这个功能的时候 buffer manager在提供pinning的功能的时候 这个谁可以pin 谁可以不pin呢 基本上是一个buffer object 对到多个record file的object OK 好,那多个record file object 又分别对被不同的thread的执行 好,所以当这些record file 要操作这个buffer的时候 会有多个thread 同时要access同一份buffer的这个 这个记忆体位置 好,那这边buffer你就要注意 就要implement成threadsave OK 好 好,那我们先撇开这个threading的issue 不管,我们就看 假设今天有一个record file 他想要一个block OK 那他做的事情就是像我刚刚讲的 就是他要跟这个buffer manager 要pin一个block 所以pin一个block就是re-in进来 而且不要swap out 因为他知道 他可以用多久 OK 然后他就是他就去用 好,那这边的 这边的 这边的 就是client就可以说 我去call next next 那只要这个client 他call这个next 所在的record 没有pass到下一个record 下一个buffer的话 那基本上 这个record file都会试着把 这几个record 所共同存在的block 把它pin起来 就是钉在这边 不让buffer manager去动 OK 这样效率比较好吗 如果他把你swap out 好,那不久你可以预期的将来 就是他马上要再swap swap in进来 对不对 那干嘛要浪费这个IO呢 所以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有机会做得比 这个naive 这个OS的 这个swapping algorithm做得更好 OK 就是借由pinning 好,那什么时候要onpin它呢 那基本上就是说 如果这个client move on 到了某个record 那这个record在另外一个block OK 那你就可以 这个record file 就可以把这个block onpin掉 OK 好,OK 所以在这个buffer manager里面呢 它implement的时候 我们就支援所谓的pin跟onpin的动作 那这个是 这个是database里面的buffer manager 跟OS的buffer manager 不大一样的地方 可以吗 那在做swapping的时候呢 我们也 这个buffer manager database的buffer manager 也只会把这个onpin的block 试着尝试做swap out 如果pin的那些就不会动了 可以吗 因为就是上层就已经告诉你说 某些东西它就马上就咬了 那buffer manager就不会动它 可以吗 那这样子的话 overall起來就 它们两个配合起来 就有机会可以做的 比OS好很多 这样 OK,performance就可以好很多 这也是为什么 你exit database的时候 那个IO的速度都比较快 感觉上都比较快的原因 这样 OK 好,那 这个 如果今天有一个client 要pin一个page 那如果照刚刚这样讲的话 它就只有几种结果 对不对 比如说第一个 如果今天这个要pin的那个block 已经在memory里面的话 那就是一个hit 对不对 好,那就没有IO 那如果没有的话怎么办呢 没有的话你可能就要把这个page re-in进来 对不对 那re-in进来 而且要跟buffer讲究把它pin住 不要swap 那在re-in进来的时候呢 如果你现在你所有的buffer 它里面的这个page 都有存某一些block的内容的话 那这个时候你就要identify出一个candidate page 这个candidate page 一定要是unpin的page 然后呢 这个candidate page呢 你就可以用某一种这个 所谓的re-placement strategy 试着去找到一个这个 要被swap out的page 然后把它的东西swap out出去 然后把这个user 现在要pin的这个page re-in进来 可以吗 好 但是如果今天你找不到这个candidate page 就是所有的这个page 如果都被pin的话 那这个时候呢 目前的这一个client 就要进到waiting 所以这边就有还有threading的issue 就是如果今天所有的这个buffer 都被pin住了 那这个时候这个threader要去wait一下 这样子 ok 好 那 这个buffers呢 讲到就是说 刚刚讲就是说 它会同时跟多个thread 所掌管的这个record file 做沟通 对不对 那就会有threading issue 除此之外呢 这个buffer本身也有可能会都被pin住 所以这个buffer就没有办法swap out 所以在这边的话 在implement这个buffer manager的时候 那就要非常小心这个threading issues ok 好 那 你真的在implement这个buffer manager的时候呢 那还有一些额外要注意的地方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过 因为这个buffer 现在这个我们现在这个page呢 除了这个我们上个礼拜看到那个 那个单纯的记忆体空间 就是存一个block以外 我们现在好像要多做一些事情 对不对 就是要多记一些事情 比如说要记什么呢 我要记说 这个page有没有在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被pin住 这样 那这个page有没有被modify 是不是dirty 如果是dirty的话 我可能就要写 如果没有dirty的话 我在swap out的时候 我连写都不用写 我就省一支IO 对不对 好 那这个 你会发现呢 这个page跟buffer manager 或者跟buffer pool 在做沟通的时候 他可能每一个page 要记额外的东西 那这东西记在哪里呢 那这东西记在我们在这个buffer这个package里面 我们implement了另外一个class 叫做大写的buffer 这一个 每一个buffer呢 基本上就是一个page 可是他其实是一个page的wrapper 就是每一个buffer的instance 他wrapped了一个page的instance 那page做的事情 page写在那个file的package里面 他单单纯就是一个空间 然后存这个block的内容 那buffer呢 如果wrapped了一个page的话 那基本上他就是一个空间 存一个内容 可是他 还有额外定一些members 那就可以去存这个 有几个 有没有被pin住啊 有没有被modify OK 所以额外的information 为了要做buffering 或是跟buffer manager沟通 那这个时候就可以存在buffer 这个class里面 可以吗 所以这个也是你会看到说 为什么这个我们实际上这个buffer manager 在access每一个这个 这个记忆体空间的时候 不是直接操作page 他是操作buffer 这样子 因为buffer 会试着wrap一个page 然后多存一些information 是帮助他跟buffer pool沟通 OK 好 那刚刚讲的就是 那这个buffer呢 那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 你可以把这个concurrency control 就是我们刚才不是讲他要是threadsave的吗 所以threading的issue 你可以把它写在buffer里面 这样子 好就不用跟page 好写在一起 好 那这个 有多个thread 好 那他们各自控制这个 record file 那这些record file 可能会抢同一个buffer 甚至去改到同一个buffer里面的东西 对不对 好 那这边的话 我们 这个除了把这个buffer 要写成是threadsave以外 好 那还不够的 好 这个buffer呢 好 你如果implement成是threadsave 你只是说 OK好 比如说某一个thread 好 他要改这个buffer的第五个position 好 那跟另外一个这个thread 要改第五个position 好 但是谁先谁后呢 那你implement的threadsave还不够 因为你没有办法guarantee 谁会先谁会后 OK 好 那我们知道这个transaction呢 他必须要guarantee ACID 这个I是isolation 就是说 每一个人在用使用database的时候呢 他看到的这个资料 都好像只有他一个人在用 OK 也就是说 他其实是 这个transaction跟transaction之前呢 其实你是要guarantee某一些顺序的 那才可以做到就是让每一个人在用的时候觉得 我写了一个资料 下次我在看的时候 真的是我写的 不会说我写了一个资料之后 我下次在看的时候 变成别人写的 因为中间插了一个别人写的东西 就进了 OK好 所以 事实上database 你除了在implement 让buffer是threadsave以外 就是说 两个要写到同个block位置的那些operation 不会同时做以外 你还要额外guarantee他们的顺序 那这个顺序的话呢 就不是在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 好就是在这个 我们未来会讲到这个concurrency control 那那边呢 其实会跟这个buffer 这边的implementation做一个搭配 这样子 OK好我们到时候再讲到那边的时候 回过头来看buffer这样 好不过以现在来讲的话 就是你要知道说buffer的implementation 要take care一些threading issues OK好 然后甚至是more thanthreading issues OK好OK 那这个buffer这边的API呢 大致上就是这样 我们会有个buffer manager 你看这个mgr 基本上就知道它是singleton的instance 对不对 然后它基本上就掌管了share resources 那它掌管了什么share resources 就是buffer OK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buffer里面大部分的method 都是synchronize 对不对 好都要是threadsave OK 因为他们是share by multiplethreads OK好 那你要怎么access一个buffer呢 你就透过buffer manager跟他讲说pin 那pin的时候你该讲说 你要pin某一个block id 然后pass给他现在的transaction 那基本上你就会得到一个buffer的object OK好 那得到一个buffer的object之后 你就可以透过这个buffer object 你就可以跟他去get里面的某个value 比如说offset是多少这样 然后get出来这个value 它的type要是什么 可以吗 你可以setvalue这样 可以 可以 好 那pin完了之后呢 如果你今天想要unpin的话 那你就跟他讲 你就call这个unpin OK 就是跟buffer manager说我要unpin 某一个buffer 把这个buffer pass给他 这样就好 然后你可以pass一个array 这样子 就一次unpin好几个 这样 可以吗 好 好 那这边注意一下 就是一个block 可能可以被pin好几次 没有人说只能pin一次 就不能再pin 那其实buffer内部会maintain一个pin count 这样 那pin count要到0的时候 它才会变成unpin 那只要是大于0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pin的状态 OK 好 那我们知道你call一次pin 你会得到一个buffer 对不对 那这边要注意一下 因为有swapping的关系 所以你不要以为你call一个pin 然后给他一个blockid 他就一定会得到同一个buffer instance 没有这回事 可能这个buffer被swap 又swap in进来了 所以你给他同一个buffer id 可能会得到不同的buffer instances OK 那他里面装的这个byte的内容是一样 那里面装的这个byte的内容是一样 对不对 你那边费了